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科暗戰 今天是7月26日星期一 過了星期六日我們又來看看這個CoinMarket發生什麼事 根據CoinMarketCap的資料顯示 截至截稿之前BTC現價佈38,896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13.04% 而ETH現價佈2,366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9.23% 接著又來跟進一下其他二線加密貨幣的市房 在過去24小時中升幅最大的二線加密貨幣是MATIC 現價佈1.11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17.67% 而第二大升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DOGE 現價佈0.2271美元 過去24小時的升幅達到15.14% 接著又來看看其他重點消息 手上拿著BTC的朋友 今早9時左右有沒有開過BTC的價錢來看看 根據CoinDesk的報道 比特幣以六個星期以來最大的單日漲幅 突破了39,000美元 在價格上上之前的星期日 根據CTAM入面的一則未經證實的報道 網上零售巨頭 Amazon 希望在年底之前接受BTC的支付 並且考慮在2022年之前駐造自己的代幣 他們還留意到機構的借款人對USDC的需求 有顯著增加的跡象 看法市場的情緒似乎都是提升的 好,下一則消息 聽了這麼多天的crypto交易平台的不利消息 今天終於有其他東西聽聽了 根據Crypto Beavering的報道 幣安美國可能會通過IPO上市 他們的首席執行官兼始創人證實 儘管現在crypto的交易所存在著監管的問題 但幣安美國的分佈仍然在進行IPO的計劃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 美國的幣安正在建立大多數監管者都熟悉的某種模式 有公司的結構或設立公司的總部 以令IPO更容易進行 需要注意的是 幣安美國跟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幣安是不同的網站 幣安美國是在美國監管的框架範圍裡運作 而它的交易量也明顯是低些 到底它最後可不可以通過IPO正式在美國上市 我們有拭目以待 好,下一則消息 根據Coin Telegraph的報道 Twitter的CEO Jack Dorsey表示 BTC是Twitter未來的關鍵 並且將會成為Twitter未來主要趨勢之一 他還在第二季度的財務電話會議上表示 BTC將會成為公司未來的重要組成部分 開述了Crypto進一步改變Twitter產品和服務的潛力 還簡單描述了將BTC結合到現有Twitter服務裡的可能性 然後還跟投資者解釋 很多基於BTC的創新 不等於擁有這個貨幣 因為Twitter致力於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平台 並且提供更多的經濟激勵措施 除了人工智能和去中心化之外 BTC將會是Twitter未來發展的三大關鍵趨勢之一 好 今天除了BTC重新升上去三萬八之外 還有不少正面的消息 如果大家對這些消息有什麼看法 就在頻道留言 今天的分享又暫告一段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 Bye Bye